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成本回收法的狀況 前例是整個工程是有利的 然後在當中市立期是在建造期間發現 整個工程是虧損的 然後先讓我們看一下成本回收 成本回收 它的應該在前例有講 原則上我們的會計處理方式都是採取完工比例法 那當然如果你有發現這個工程的收入 有些不確定性因素存在的話 那我們才會採取它的成本回收法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225頁 我們看一下它的文字就好了 回過頭來看一下225頁的最上面 最上面那一段225頁 他說建造合約的快遞處理方式 通常就完工百分比法跟成本回收法兩種 好 然後成本回收法就是只有 就預期很有可能回收的 已發生的成本範圍之內承認收入 也就是說在工程還沒有完工之前 他其實是沒有承認工程毛利的 所以工程完工的時候 他才會整個承認他的收利 就是比較特別的方法 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講到 成本回收法就是在我回收的 這個 我認為很有可能收回來 所以 但是我沒有辦法保 就沒有辦法很明確 或者是說 我不敢預期我整個成本合約的收入 都可以收得到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用成本回收法 那我投入的成本 我預期收得回來 就那個部分承認收入 好 那我沒有按照 像我剛剛看到的完工百分比 一樣 去照安 依照我的完工程度 去承認我的毛利存在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施例8 施例8呢 235面 跟施例6一樣 只是我們對於整個合約的結果 無法可靠衡量 一個沒有辦法可靠衡量 有原因 但有一個可能是我收入沒有辦法確定 另外一個是我整個要發生的成本 有多少 我也沒有辦法足及得出來的話 那我也可以用成本回收法 好 那看一下 就知道X60到X7、X8 預期還有可能收回來的成本 分別是70萬、140萬跟210萬 好 所以整個看起來 我們的金額也是300萬沒錯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整對整個合約的結果 意思是說整個合約下來 我到底會不會賺 我不知道會不會賺的原因 但也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不知道會發生多少成本 因為我會不會賺 是收入扣掉成本、費用 那如果我不知道 我的費用會發生多少 成本會發生多少 我當然就不知道 到最後的結果會不會賺 所以我預期 像這個例子你可以看 預期我還是可以收到300萬的現金 但是我不知道我整個工程下來 有沒有賺錢 還是賺多少 所以我沒辦法預期 所以沒有辦法預期的情況之下 我們剛剛講成本回收法 就是按照我已經發生的成本 那預期很有可能收得回來 所以我承認那部分的收入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像剛剛那樣子 按照的完工比例去算了 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成本回收法的話 好,第一年 因為它是比照 它是市立利用 市立利用 看一下230頁 差6年我投入成本60萬 那我預期我可以收回 差6年我預期可以收回70萬 但是我只投入60萬了 我就承認60萬的收入 承認60萬的費用 這樣看懂嗎? 這樣看懂嗎? 也就是說 成本回收法的意思是說 就我已經發生的成本 好,那我預期是可以收得回來的 所以我就根據我發生的成本 來承認收入就好了 好,那一年我投入的成本60萬 我預期可以收回70萬 好,那我只能承認60萬的收入 好,所以差6年度 我借再現工程 帶現金...就是我的支出一樣 但是最後年底的時候 我是借工程費用 帶工程收入 就這樣而已 好,這是成本回收法的例子 好,接下來我看一下 差7年度 差7年度我投入了90萬 那差7年度我預期可以收回140萬 好,所以意思是說 我差7年 差6年我估計可以收回70萬 那我差6年剛好承認 結果發現就成本60萬而已 好,到差7年的時候 我估計可以收回的金額是140萬 不是當年度 而也是說累計我可以收回的金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第一年發生的成本60萬 第二年發生的成本90萬 到差7年 就是差7年 我整個投入成本是150萬 但是我估計我怎麼收回140萬而已 所以我只承認80萬的收入 那我產生10萬塊的損失 這樣看懂嗎?這樣可以嗎? 因為第一 差6年我有投入成本60萬 好,那差6年我估計我可以回收的成本是70萬 好,所以60萬還在70萬範圍之內 所以我可以承認60萬的收入 但是我沒有毛利 因為我是工程收入 工程費用是相等的 那再來差7年的時候 我的工程發生的成本是90萬 所以兩個年度我發生的總成本是150萬 但是到差7年呢 我估計可以回收的成本就140萬而已 所以我只能承認140萬的收入 那差6年我已經承認了60萬了 所以差7年我只能承認80萬的收入 那你可以看,你也可以想 我整個工程已經發生的是150萬 但是我預計我可以收回只有140萬 所以我是承認10萬塊的損失出來了 因為我預計沒辦法收到那麼多 好,那再來差7年的時候 差8年的時候 我又發生的成本是66萬 好,那我們看一下兩個年度呢 我全部發生的成本是216萬 那我差8年度呢 我估計我可以收回的是210萬 所以等於說我少收回6萬塊而已 我整個成本是260萬 好,那我現在估計我可以收回的是210萬 只少收回6萬塊 可是差8年年度的時候 我是估計我只能收回140萬 所以我是不是已經承認了損失10萬 但是靠差8年度的時候 我的損失只會發生6萬而已 因為我的收入210萬 我的成本是216萬 所以成本大於收入就大於6萬而已 所以我就要把 差8年就要把4萬塊回收回來 因為我的目前到差8年度 我估計的損失就是只有6萬 好,那最後一年 看一下最後一年 最後一年呢 他們有講 他們有講最後一年的情況 好,那但最後一年也許 他當時候是太悲觀了 好,認為他沒有辦法全部收回來 那最後一年如果全部收回來的話 那你就可以一樣可以想 可以看啊 我全部的成本 最後一年如果是56萬 所以我整個成本是272萬 所以我的合約價格300萬 所以我就28萬就是在最後一年承認 那不但承認28萬 而且我還要把差8年我承認的 還要把6萬塊的損失 又把它收回來 這樣看得懂嗎? 因為差8年我們是 總成本是216萬 我估計可以收回來就兩百萬 210萬而已 所以我差8年其實承認損失有6萬 但是到差9年度 整個工程完成的時候 我總成本是272萬 那我的合約價是300萬 所以整個工程我是賺了28萬 那28萬我在差8年還承認 還承認了6萬塊的損失 就這6萬的損失也把它衝回來 所以我整個承認的是34萬的工程利益 所以不是28萬而已 28萬再加上前面所承認的損失也把它衝回來 所以是承認34萬 好,所以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的236頁 好,236頁呢 我們就看它的相關的合約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好,我說了 前面你投入的材料那些等等的 我都是借再建工程 好,不管你是成本回收法 還是完工百分比法都一樣 只是最后年底的時候 你承認收入怎麼承認 因為你的收入會影響你的費用的承認 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差6年度的時候 好,我認列的是不是借工程費用 再工程收入就60萬 那差7年的時候 我估計會有10萬塊的損失 因為我的總成本是150萬 但是我估計只能收回140萬 所以你可以看它是不是 帶再建工程 把10萬塊再貸發 我承認的收入是不是 140萬減掉 差6年承認的60萬的收入了 好,那我承認的工程費用是90萬 然後差8年度的時候 我估計我全部可以收到的現金 收回來的成本是210萬 那我差8年為止 已經發生的成本是216萬 所以我的成本大率收入 大概6萬而已 所以我把原來承認10萬塊的收回4萬 所以差8年度的時候 我借再建工程的4萬 就這樣來了 那最後一年 因為整個工程 我是獲利的是28萬 所以沒有虧損、沒有損失 所以我就把差8年已經承認的 6萬塊的損失再收回來 所以你可以看 差9年的時候 我的再建工程就是34萬 最後再把它借預收工程款貸 再建工程把它充掉 這樣看懂嗎? 好,就是如果有成本回收法 好,那如果預期工程有損失 看一下市例9 好,一樣我沒有辦法知道結果 所以我是用成本回收法 然後從差6、差7預期 它回收的成本分別是70萬 跟前面一樣 但是在差8年的時候 我估計整個工程完工會損失20萬 好,前面都一樣 好,所以到前面 從市例9跟市例8 前面差6年、差7年、差8年 其實可以那個分度也寫一樣 但是整個工程會有損失的是20萬 好,所以我們前面所做的 差6年、差7年一樣之外 我的差8年要把 我們剛剛講是不是有損失要 立即全部承認 好,所以看一下呢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所以它這邊講說 它的前面的差6、差7都一樣 好,但是在差8年度的時候 我要承認的是20萬 不是這邊的4萬塊而已 所以這個分路 我們如果差8年把它改一下 我承認的工程收入 好,因為我的預期一樣是 收入一樣可以承認的是70萬 但是呢,我的工程費用 因為既然是有20萬的損失 我前面已經承認了10萬了嘛 所以我要再承認10萬 所以我呢 我要承認的工程收入呢 是70萬 我的工程費用呢 是60萬 所以我的再建 對不起,講反了 就是我的工程收入是70萬 我的工程費用 我們看一下呢 236頁 我們差8年度 如果從事例9來看的話 差8年我的工程收入 一樣是承認的是70萬 為什麼是70萬? 因為到差8年為止 我預計的收入 可以回收的金額是210萬 那我前面已經收回了140萬 所以我還可以承認的是70萬的收入 但是呢 我們剛看到說 我的整個工程呢 是損失20萬的 那我們前面在差7年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承認了工程損失10萬了 所以我要補承認10萬進來 所以這邊我應該工程費用 要承認的是80萬 所以我的再建工程 有10萬 這樣子呢 是不是有20萬的損失進來了 這樣看得懂嗎? 好 因為在差7年 我已經有承認10萬了 我估計整個工程會有20萬的損失 所以呢 我就要再補承認那個 這個10萬塊的損失 好 所以他分別上面講說 我前面已經分別工程的 這個4萬回來 然後再把他沖回一次 沖沖承認者是14萬 所以呢 我們乾脆就只要什麼 只要把借這個 再建工程的10萬就好了 也就是說我這個分路 就去取代我236月的 那個差8年的分路 事曆久的時候說 我整個工程在差8年度 我一樣是認為 我可以收回的金額是210萬 那我已經發生的成本是216萬 所以我要承認6萬塊的損失 沒有錯 好 對不起 我要承認6萬塊的損失 但是我前面已經承認了10萬塊的損失 所以我把前面所承認的10萬塊先收回來 先收回4萬 就是我們的差8年236月寫的 好 那現在事曆久呢 就是說 我差8年一樣累積發生的成本是216萬 那我到差8年底 我估計可以收回的現金是210萬 那整個工程我估計是可以 會發生的成本是20萬的 所以我當下就承認了20萬的損失 那我當下承認20萬的損失 我前面已經承認了10萬 所以差8年我再補承認10萬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可以不用像 像課本上面大概37月多 那我這邊有個借工程 借再建工程14萬 然後我這邊再承認一個工程準是 待再建工程14萬 不用了 我直接這樣寫就可以了 這樣看懂嗎 那我這樣講的 一借再建工程4萬 一待再建工程14萬 合起來不是代價10萬嗎 所以如果事曆久的話差8年 我承認的分錄就直接寫 這樣子就可以 那當然最後的結果 我是獲利28萬的 所以最後差9年度 我就是把再建工程 承認48萬的獲利 因為沒有損失20萬 整個工程下來我是賺28萬 所以我要把前面所承認的 損失20萬衝銷 然後我要密集承認28萬的利益 所以最後一年我就承認48萬的工程利益進來 這是事曆9 如果預期工程有損失 跟前面講的一樣 我有損失 可就可以估計的出來 我就要立即全部承認 好 這是事曆9的例子 好 然後呢 這是我們前面看到的 後面呢 有了 他就寫在哪裡 238頁了 他的分錄就寫在238頁 我借工程不用80萬 再建工程 再工程收入 最後一年我就是 承認48萬的工程毛利益進來 這是在238頁有寫的 好 這樣看懂嗎 那報表上面怎麼表達 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了 不管你是成本回收法 還是完工法跟底法 其實只是在於你的 你的任業的金額不同而已 至於你的科目 對 至於你的表達的方式 是完全一樣的 好 沒有什麼不同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到這裡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個收入的任業非常重要 好 為什麼非常重要 是因為其實很多 零件業大概都沒有用到 這樣的一個快遞處理的需求 好 我們成人收入 然後他的方法 有兩個 那什麼情況之下 用成本回收法 什麼情況之下是完工百分比法 就是比較好清楚的 好 到這裡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來看勢力2 好 附入2吧 不是勢力2 好 好 附入2 其他的你就自己 因為其他沒有很困難 而不是沒有很困難 就是說他 像季銷 你的分錄怎麼寫而裡 好 所以你把它搞清楚 那個分錄怎麼寫就好了 那你已經知道 季銷不代表我已經完全銷獲收入了 所以當你把你的季銷品送出去的時候 你是不能承認收入的 但是因為你的商品已經出去了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存貨轉為季銷品存貨 那意思是說這個季銷品存貨 這個實體不在公司的倉庫裡面這樣而已 好 所以這個你可以去理解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戶入2 這叫客戶的忠誠計劃 好 那這個那個忠誠計劃呢 其實他說的 這個企業常常提供客戶誘因來購買他的商品或勞務 也就是說什麼 他會這樣回流 好 那某個程度他會漸漸再回流 就是對你這個東西有忠誠度 他叫做忠誠計劃 所以他會給什麼 給他的什麼獎勵積分或者是點數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像那個飛機的里程數 最常就是最常看到 而且這個里程數的回饋感覺上是最有感 為什麼 像你每機的多少里程數就可以送給你一張 那個單程的看你里程數有多少 譬如說我常常來往美國 所以你的里程數我可能就會累積了很多 然後可能幾萬點幾十萬點 你就可以換一張去美國的機票之類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邊 我想要看這個計劃的這個換計數理的意思 好 那我們看一下企業自行供應的 也就是說這種獎勵計劃有分兩個 一個是企業自行供應的 有一個就有點像正品那樣的概念 是委託別人這個幫你去旅行 或者是去執行這個點數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這是企業自行提供的獎勵的話 那我們就會把它的 先把我的銷貨裡面把這個部分 先提列為預收收入 就是我先把點數 好 我估計它有多少會實現 好 那它還沒有實現之前我叫預收 等它實現的時候 我再把預收轉為收入 好 就是這邊的意思 所以我們直接看市例吧 好 好 那康美公司呢 好 在X7年度呢 做了一項後部忠誠計劃 好 這個計劃呢 是會員購買特定金額的商品的時候呢 就會給予它的點數 那這個點數可以幹嘛呢 可以兌換其他的商品 那這些點數呢 是沒有到期日 好 那X7年呢 這個康美百貨呢 它銷售的商品有收入有300萬 一共發出的點數有10萬點 那每一點呢 好 都會這個公里價值是1塊錢 好 然後呢 管理單位呢 預期這些點數有8萬點會兌現 好 然後呢 那個X7到X9呢 估計一共有多少 有4萬 就是X7到X9 實際上被兌換的點數 分別是4萬點 3萬2千點 以及3千點 然後呢 X8到X9估計 這是它預期喔 就是估計的喔 這兩年呢 會兌現有7萬5千點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呢 因為它有10萬點 好 那10萬點呢 我們說它的收 那個公里價值是1塊錢 所以300萬裡面 我承認當期的銷獲收入 就290萬 所以你可以對照一下255頁 好 255頁裡面呢 是不是 我產生了300萬的運收或現金 好 300萬 只有290萬可以承認為銷獲收入 另外的10萬 因為是給的是點數 那 可能它對現的時候 我再把它轉為收入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要先預收收入 這樣看得懂嗎 只是它一個觀念的處理方式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這個預收收入怎麼去 每一年去轉銷它呢 好 它說呢 10萬點 但是我估計只有多少 就8萬點會兌現 好 那我的8萬點 好 所以我的預收收入有10萬塊 10萬點 10萬點就是10萬塊 那我估計有8萬點會兌現 所以差7年的時候 我要轉列為收入的 預收 要轉列為收入的有多少 有4萬點 所以記得 你不是4萬點乘上1塊錢 因為當時我預計 8萬點 我居然發出10萬點 10萬點它的價值是10萬塊 但是我預計只有8萬點會兌現 所以8萬點會兌現的話 差7年兌現的4萬點 所以我承認的收入是5萬 因為什麼 10萬裡面的一半 在差7年已經兌現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255頁 我就是借預收代消貨收入 5萬 好 這5萬你不是說 4萬點沒1塊錢 我不是4萬塊嗎 不是 因為我當時候 就是預計只有8萬點會兌現 8萬點有4萬點被兌現的 所以就1半 好 那差8年呢 就比較不一樣 為什麼 差8年的時候他說 我估計呢 這個差8年估計有7萬5千點 會被多引寫7萬5千點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10萬 乘上7萬5千點 好 然後呢 我這兩年 X7到X8 我全部有7萬2千點被兌現了 這10萬點裡面 那個10萬塊裡面 我是不是除7母乘7二 所以我兌現的是9萬6千 已經兌現的是9萬6千 跟我們前面的累計 那我去減掉 X7已經承認的5萬 所以X8年我承認的 預收收入轉為消貨收支是4萬6千點 這個官員跟前面的建造合約是很像 我累計已經兌現了多少百分比 我可以承認的收入多少 扣掉之前已經承認的 所以就是當年度可以承認的消貨收入 好 然後呢 最後 最後呢 我是是兌現了3千點 所以就把剩下來的 我這兩年度就已經承認了9萬6 所以最後就把4千轉為消貨收入 就完了 好 那未來你說那未來 未來如果他的剩下 我不是發出10萬點嗎 而這10萬點基本上又沒有期限 所以X9年他沒有兌現不代表 他以後不會再兌現 好 沒關係以後會不會再兌現 就不認列我會修 因為會修到你轉完啊 就轉完了 好 所以你看這邊就講說 我當時就估計這個8萬點會兌現 好 那所以這8萬點 我先把他從律收轉為收入 之後呢 兩萬點萬一啦 真的兩萬點他有拿來兌現的話 那就是存費兌現 我就不再承認收入了 這是他的快遞處理方式 這樣看得懂嗎 好 所以這個處理方式 就跟前面的我們的工程一樣 我要算出累計的金額 然後扣掉以前承認的 剩下來就是我現在可以承認的 這個問題我們再算一個什麼 第13章的員工的酬勞很類似啊 跟員工酬勞很類似的處理方式 到今年我可以承認的薪資費用有多少 扣掉上個年度的 扣掉上個年度承認的就是我今年度 要承認的薪資費用 這很相似的概念處理方式 好 不能什麼 我的律收收入都認定完了 那如果剛做二倍 對方是哪做分路 不用做任何分路 那就是存貨減少而已 要借存貨減少 借存貨 然後或者是代銷貨成本 或是代 對不起 借存貨減少借消貨成本 就當做那一席的消貨成本增加 就估計變動嘛 假設差七年就有人對他超過他最近的人 那你就重新假設 好 差七年 差七年不太會了 我估計八萬耶 那就是估計變動啊 假設我差七年 我們剛剛講說 假設我到 就比照剛剛的講法 我律收收入都如果全貨減任列完了 現在突然跑出來的話 那就估計變動不做紀錄了 假設我們現在 你這樣講的話 我們 因為差七年 不太可能 好 那就是把剩下全部都沒有了 差九年度就沒有了 除非 所以我最多就十萬啊 所以我說如果是七萬六 如果這邊是七萬六 除非你估計他九年度還會有多少 會產生 假設我全部 好這樣子好了 我差八年度估計是八萬 好 然後呢 對不起 差七年度的時候 我估計是八萬點 我做了這樣 結果呢 差八年度也有四萬點來兌現 那我估計管理單位如果說 這八萬就完了 那就沒有問題 假設我差八年的時候 管理單位認為 差八年兌現完之後 還有兩萬點也會再差九年去兌現好了 這十萬點全部會被兌現完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回應到你剛剛的問題 所以假設是這樣 好 我估計全部十萬點 都會被兌現 好 到差八年度 因為差八年度呢 也兌現什麼 四萬點 所以兩年下我已經兌換了八萬點了 好 八萬點 我今天是八萬塊 所以我不是在 你差八年已經實際上有回來七萬六 你怎麼可能估計 差八年的估計還會是七萬五千點 那是差七年估計差八年 差八年估計差九年 整個 他是說估計整個會七萬五千點 一開始差七年我估計只有八萬點 差八年我估計整個只會被兌換七萬五千點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差八年估計的 不是差九年 不是說 整個 over all 全部 不是 不是只有下一年 是整個 對 整個 那你可以說那下一年度也可以啊 那是不是你整個估計就是整個要加起來啊 你前面已經實現了加上未來的 那 那對不起啊 估計變動 沒有 沒有 你原來全部是十萬 如果按照課本這樣子 假設說我差七年四萬 差八年三萬兩千點 差九年的時候 到這個時候我估計還是七萬五千點呢 假設是這樣 維持跟課本一樣的 好 結果最後一年呢 我看一下就是全部十萬比全部估計一萬 結果換了是多少 三萬兩千 所以應該是最後 差九年我換了是兩萬八千點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好 對不起 我到差七到差八年的時候 我估計還是有什麼 七萬五千點會回收而已 會兌現而已 所以就回到剛剛那樣啊 我七萬五千 然後呢 我已經兌換了七萬兩千 所以我最近承認了九萬六 所以 差八年度我要承認四萬六 那差九年度 結果全部是兩萬八千點 估計便都不說既往 我兩個年度已經承認了 收入有九萬六了 所以我最後一年只能承認四千 這樣看懂嗎 如果江英說 那估計 我差八年只能估計差九年 一樣的意思啊 如果是差七年發生了四萬 差八年估計三萬二 我現在是差八年的時候 估計差九年只會有三千 所以我才會說全部是七萬五千啊 一樣的意思啊 如果我說差八年的時候 我估計下一個年度是會有兩萬八 那全部就是十萬啊 估計全部就是十萬會兌現啊 你文字怎麼講沒有關係啊 對 對 這個叫估計變動啊 我當時就估計 律收就十萬而已啊 十萬承認完了就完了啊 估計變動不說既往啊 這樣聽懂嗎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好 所以我才說 你要看清楚給你的文字 他如果跟你講是估計變動 那就是不做既往 他如果告訴你說 當時候估計發生了錯誤 有一個因素沒有考慮進來 或者是說 我有三個反貨公 三個分店什麼 像SOGO有台北店台中店高雄店 還有新竹店假設 結果收集到只有三家店 發出去的那個點數而已 有一家漏掉了 那就是錯誤啦 那錯誤你就要更正要塑集既往 所以我說你很用的文字 你要小心 他如果告訴你是估計 你從估計這個時間點的資料 去重新計算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告訴你說 當說計算的時候 漏掉了某一個 所以產生估計是錯誤的 他告訴你是錯誤了 那你大概就要去更正 要塑集既往去更正 好 這樣清楚嗎 所以用譴詞用字要很注意 好 那再來呢 事例十九 就是我們來講 我們剛剛講是說 這個百貨公司的點數 你可以兌換百貨公司自己的東西嗎 好 但是如果不是這樣 好 我的點數呢 你是可以去跟什麼 跟別人換 或者別人要幫我去執行這件事情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Z3人供應獎勵 好 那基本上來講呢 我們就要把他的收到的收入 分攤到這個對方 就是第三人的身上 所以他這邊講說255頁 如果企業呢 是代表第三人收取對價 那企業應該就保留他的本身的金額 來衡量他的收入 好 也就是說呢 要分攤給獎勵積分的對價呢 跟這個對供應商之間的應付數間的差異 好 然後呢 我們看完 然後這個 我們待會兒會去看他的例子 然後呢 如果是本身收取對價再分出去的話 好 那我們在旅行的時候呢 才認列為收入 好 總而言之 我們看一下事例19好了 好 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說呢 花旗信用卡參與中華航空公司的 運作客戶中程計畫 那花旗公司呢 對於這個計畫的會員每刷卡消費30塊 就給予一個航空里程點數 那會員呢 可以向航空公司來兌換這個航空的里程 那當然呢 這個要試定位的狀況 好 然後呢 花旗公司呢 支付中華航空公司呢 里程數每一點是0.05元 好 所以你可以看 他是來刷中華 對不起 刷花旗的卡 好 但是呢 每30塊他就回歸他一個點數 那這個點數呢 是由航空公司來幫他履行的 好 然後呢 他的點數呢 他估計他付給他的是每一點呢 是0.05元 然後呢 這是X8年間呢 顧客一共消費的總金額有900萬 所以給了30萬的航空里程 那個里程點數 然後呢 估計每一個航空的里程數的公允價值是0.07 好 那所以呢 刷卡 花旗銀行如果對刷卡金額收取1%的消費 手續費 那就是代表呢 那這個也代表呢 幫中華航空公司呢 收這個里程點數的對價 所以看他的必要的分路 也就是說他刷卡900萬 這900萬不是花旗的 好 因為一定是客戶去 好 去那個去商店買東西 然後刷了花旗信用卡 然後所以呢 這個900萬不是花旗銀行 花旗銀行可以賺的就是1%的手續費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他收到了900萬的1% 所以他收到了現金 手續費就是9萬塊 但是因為呢 他這個里程數呢 是由航空公司來幫忙支那個兌現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收入裡面 好 他的手續費的收 就是第一個 他付給航空公司的是 每一點呢 是0.05元嘛 好 所以呢 30萬點 他要大應付給中華航空公司的是 30萬點乘上0.05 所以呢 他是15000的負債應付中華航空公司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他收到的這個現金 手續費呢 不能全部都認列他的手續費的 不能全部認列他的收入 因為有一部分是要付給航空公司 好 然後再來呢 因為呢 他是不是 那個里程 因為他給了點數 有給點數代理收入 好 因為我們每一點是 航空公司負0.05 但是我收 那個他的每一點的公允價值 前面告訴你說 每一點的公允價值是0.07 所以點05跟點07之間有點02的那個點數的收入 那我有30萬點 所以我是不是有6000塊的點數收入 好 代理收入 那當然這個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一個形式 好 怎麼樣的形式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說 如果這個給這樣的條件 好 就是鼓勵花旗銀行的客戶來刷 花旗銀行的信用卡 那你刷了之後呢 就是每30塊就給你一個點數 那這個點數有什麼好處呢? 你可以把它去折抵 你跟中華航空公司買費機票的價款 好 所以他可以折抵多少? 每一點可以折抵0.05元 好 所以等於是說花旗銀行 要付給中華航空公司的是0.05元 好 所以算出來他一共有30萬點 好 30萬點的 每一點是0.05元 所以他就要付的是15000塊 好 這是勢力19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勢力20另外一種情形 就是說 這個時候是 我沒有過手 就是我直接呢 就是你有這個點數 直接是跟中華航空公司 去旅行就好了 現在另外一種方式是呢 公司先向中華航空公司 買了點數進來 買了30個 比如說他這邊講說 他先中華航空公司 奉買了35萬個航空里程點數 好 那一樣每一個點數是負0.05元 所以他已經先買進來了 所以有點像我們的講 流動負在裡面的贈品 記得嗎? 我們是不是有的贈品 好 你如果值得多少的點數 你可以換一個贈品 所以我是不是要先把贈品買進來 我是借贈品存貨 帶現金 或帶什麼費用之類的 所以我有的贈品存貨 所以這個概念跟那個很相似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買這個 像中華航空公司買35萬個 旅程點數 每點是0.05元 所以35萬乘上點05 所以你可以看第一個分路 我是不是里程點數存貨17500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這是我先付錢出去了 就是產生的這個存貨 好 那接下來我產生這些收入的時候 我直接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估計 這BG的里程點數兌換率就80% 所以我有30萬點的話 可是就80%會兌現 好 那80%的話呢 就是什麼 24萬點 24萬點會兌現 然後呢 每一點 當時候講說 他每一個里程數的公里價值是0.7 所以呢 我承認16800的帝顏點數收入 看到嗎? 在我們的256頁 好 好 也就是說呢 我先買先買了 好 那這個等他兌現的時候 我再把他這個點數收入轉為 遞顏轉為點數收入 好 所以接下來往下看呢 欸 他有沒有講 好 有了 好 所以我X8年度的時候 根據我承認的手續貨裡面 有一部票遞顏啊 因為等他來兌現的時候 我才來承認收入 好 所以第二個分路就是跟前面一樣 只是我收到的現金9萬裡面 扣掉我預計會來兌現的點數的金額 剩下給我的手續費收入 然後X8年呢 客戶兌現的點數是9萬點 好 那9萬點呢 一樣乘上百分之 不是百分之 乘上0.07元 好 所以9萬點相當於我的點數是6300塊 所以我把一元點數收入轉為 點數收入就6300塊 好 然後呢 好 因為我付了多少 那我的存貨要跟著調整啊 因為我有付出去了 好 所以每點的成本是多少 0.05 所以9萬點乘上點05 所以我的存貨就減少4500 這樣看得懂嗎? 好 所以跟前面有一點不一樣的是 市例19是我直接跟行公司簽了約 好 然後呢 我沒跟他買點數是客戶直接去找 中華航公司買了機票之後 然後他就申請說他要去頂 花旗銀行信用卡的點數 好 那中華航公司跟那個客戶 那個要求備換的點數來 再來向這個花旗公司來收取費用 就是這個時候他就承認應付 他這邊有個應付 所以到時候他的對姓的時候 就是借應付代姓金 付給中華航公司 這是市例19 那市例20是他先把這個點數 他先付錢給中華航公司了 他先付給中華航公司 所以他有一個什麼點數存貨 其實他就很像我們的贈品很像 只是贈品的時候我們沒有承認 什麼贈品遞言收入沒有 那我們這邊是因為 他應該是不是因為他是可以 這是兩個負面的東西嗎 還是怎麼樣 所以為什麼他不像贈品 可能他也不太像贈品的處理方式 他有點像贈品 但是他的又把他放在 因為他自己的處理方式是 他把他承認為遞言收入 所以他也認定他的收入 那贈品的部分 我們又沒有 我們賣這個東西的時候 沒有一部分是 我的贈品應該要這個承認的收入 所以不太一樣是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就是戶客終成計畫 那因為其實這種交易型態在很多的商家都有 舉辦航空公司 信用卡公司 甚至百貨公司 我們今天看到那個 百貨公司也是有這樣的類似的 那個促效 就是吸引或幼使復刻這個消費 譬如說像什麼中年慶 你一萬塊就可以怎麼換300塊或500塊的 百貨公司的什麼 這個什麼券 商品券 好 那這種商品券他的時間都很短 好 可能就只有兩個月之類的 所以就類似這樣子 好 那因為他兌換的是公司自己的東西 那他當然他的那個 就比較沒有像我們勢力18 他可能會有時間那麼長 因為我剛剛講的那個商品券 他的時間大概只有兩個月而已 好 但是他有點類似的概念 好 好 這是第16章的 有個什麼問題